当地时间3月27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他表示 人文交流与合作将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 他说道 很高兴啊 同美国的工商界 还有战略学术界的朋友们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啊 我们能够见面 我欢迎你们访华 在场的老朋友不少 不少人都是去年 因为我们在旧金山见过面 也有一些新的面孔 但是名字还都是熟悉的 中国人讲叫一年之际在于春呢 你们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到访中国 当然这个可以寓意于不仅是气候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开展着交流 推进着合作 但我们的这些活动 都是为中美关系啊 注入正能量 中美关系怎么样 两国是对抗还是合作 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会好起来 与会的美国代表 盛赞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 对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旧金山会晤的成果表示赞赏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说 我十分赞赏您在美中关系事业中的亲身参与 包括能出席今天的会议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此建立友谊 分享认知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非凡转型 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属于中国人民 您的远见着实和有力领导 能够引领国家走更为可持续 更加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您的真知着见和广阔视野 也将使我们受益匪浅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说 我一直是您认真的读者 多年以来 我认真学习您的思想 您的讲话 以及您的记者发布会和谈话 感谢您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取得的成果 不仅阻止了两国关系的系统性恶化 还为未来构建稳定 可持续 富有成效的关系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说 您与拜登总统的会晤成果 也让我们倍感欣喜 我数了一下 当时进行了大约有15场双边会谈 美国商界将积极支持 所有当时达成的双边倡议